近日一些身处海外的人士在外国社交媒体上宣称 自己在新疆的亲人失踪 并在境外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所谓的寻人帖 身处海外的麦麦提阿布拉达武提在寻人帖中宣称 家住新疆和田的姐姐奴日曼古利达武提 和弟弟阿布都凯尤木达武提失踪 12月25日中心社记者来到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 奴日曼古利达武提家中了解到 奴日曼古利达武提退休后一直在家中照顾92岁的父亲 而弟弟阿布都凯尤木达武提则在和田市工作 最近工地上东闲回家帮助姐姐照顾父亲 奴日曼古利达武提难以理解为何弟弟麦麦提阿布拉达武提编造出这样的谎言 他退休前曾经是皮山县巴士兰杆乡的一名数学教师 他认为弟弟在外国被抹黑新疆的势力分子迷惑成为了棋子 2012年末 麦麦提阿布拉达武提突然失踪了 后来听说他去了国外 家人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也从未和家人联系过 阿布都凯尤木达武提供 明山东辈子也叵地有传绿 clutter 阿布都出 result不让你隐功都是 你 像你如果有个女孩 如果有一个人 会有人 会用你 你 会用我们来做作用心 和大家放在我们的心 放在我们一起 如果你一位我们就是有一个志愿自信的道理 但你 不是我们的生命能理你的话 ير就自信用 说我们去解语 心愿意觉得我不能 嫉强 我论了很多年纪时 我们在抒上が Receiver了 这年那准就是强 你如果只有半年份 我们不是数生了 没有想到美国 我们不是只有那個 没有想到 2011年,麦麦提·阿布拉达武提与弟弟阿布都凯油木达武提合伙种植昆仑雪局 因市场行情波动,两人都赔了钱 2012年底,麦麦提·阿布拉达武提便失去了联系 2014年到2018年,阿布都凯油木达武提在和田市一家物业公司做保安 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 后来帮做工程的老板帮忙找工人,慢慢做到了包工头 今年生意不错,自己也买了一辆轿车 我是那个黑天地区,里面,西里面工程上班了 那地方现在没事干,冬天了吗不是 我现在回老家了 我们的兄弟们还是爸爸姐姐见面了 我看出他们太好的呢,我也高声了 我那个工程上班呢,还是一年吃的 在外打拼多年的阿布都凯油木达武提告诉记者 现在家里的生活富裕了,来新疆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家乡皮山县巴士兰杆乡旅游资源丰富,并且开发载机 计划今后在家乡开一家公司,承包经营旅游项目 采访最后,阿布都凯油木达武提告诉记者 八年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存着哥哥的号码 但是这个熟悉的号码再也没有出现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还有点击油木达武提啊,坚勇的